這類一次呢 平常是裝在車輛的前面 平常會啟動超音波感車系 那如果前方有在賣的車系 可以得到自己的車系 那它就是 通過這個機器呢 它只要前方有張到四十分 其實就是會 重到前面 我這邊一次有做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方向 這個電子 這個 一個風景 那我們這邊就是 可以寫著它很輕 那我們這邊還在往的那邊 就是它的 本質太棒了 就看它們超過大大理 有些 如果我們這個動箱整個 然後它過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種知道 其實沒有張到我們 因為熊號是這樣的 然後它就會自動 扎車 讓它的 電影無據 可以做到一個環境 小環境 那另外我們這邊就是 因為前面 剛開始做了兩個環境 第一個環境就是 剛開始做的 中間 然後我們就直接說 它就是 城市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做一些調整之後 可是第二種就是 我們是加重了很少 還有 我們就是看 後來一樣就是 多次 那到最後 我們就是 就是 整現一個 做好動態 但是 時間不夠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只 半熟 我們 那我們未來就是 希望 能夠的客人 像這個東西 就是 像我車很多 車廂 可以在每個車廂 都可以裝一個 那 就是做一個 區域網連動的概念 讓每個車廂 可以有一個 安全的 防洪層 才不會像 這次的事件一樣 因為追撞 會造成 會造傷害 所以就是 每個車廂都因為 沒有 然後它會就是 物理物師之間的 可以做一個 即時監控 讓你了解 每個車廂間的 狀況 達到 你要的一個效果 而且在未來就是 它會在 一個 施育體上 會顯示說 它 這一節車廂 現在在哪裏 就是 像手機之類的 這些 顯示面板上 這個 是 要用來幹什麼 就是 剛開始在這邊 揚照的 就是 我們模擬 它 在移動 就是這裡 它就是 會有一個 感受 就是 我們模擬火車向前移動 那 剛開始 就是 前面有失敗過兩次 所以 後面就沒有時間 就是選不住 所以 你這個 設計來 只是模擬 車子 對 在 這個舞台上移動 實際上 就是 就是 它能夠在 可能 撞到這隻人物之前 就是 危險感受到前面已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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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一直進去 那 剛才說 你們做失敗 是 是 對 對對對 去哪個地方失敗 我們本來是想讓它 就是 集結各種物件 它可以 在 就算沒有碰撞的時候 它也可以 打到它 要有效 例如 溫時度 或者是 一個時間顯示 但是因為我們領建 有點太多 供電上的部分 或者是 一些 我們技術上的實力 導致說 它沒有辦法 成功上傳 組合 所以後來 我們都經過兩次改善 在後面這個程度 那這個成品 我們就很開心 有需要改善過嗎 因為從這個成品 比較看不出來 跟這個 跟這個 的相關性 我們是拿這個來當作 這樣子 洋物器之類 就是來洋物品 這個的話 那因為 就是後面 就沒有成功做什麼 所以你們單純 只是拿這個 這個當作遙控 舞台上面的 相對 對 實際上我們要的功能 只是呈現在這個 工作室的感覺 所以我沒有記憶 可是希望之後 可以再改善 今天 會不會再改善 下去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